今年Computex相较往年真的热闹很多 以早去年2023年许多声音说Computex每况愈下的情况 真的没有想到今年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聊这次我们用了三台的机器来拍摄 包括Canon的EOS R5、R6、DJI Osmo Pocket 3 主机会使用R5来拍摄 使用4K60的IPB的录影规格 虽然R6也可以拍摄4K60 不过长时间录影可能就会遇到过热的警告 可录制的时间缩短的问题 所以R5还是作为主要的拍摄 而R6使用率就没有这么高了 而镜头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 其实用24105就可以涵盖大多的场景需求 这部分还有一些考量 因为在展场我们都是机器设备不离身的 因为它即便有休息室 可是经常也是没有位置坐的 机器也不能摆着人就离开 在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尽量轻巧 取舍一些使用率较低的焦段 但对实际拍摄成果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就靠24105走天下了 也感谢Canon台湾提供的设备 让我们可以拍完今年的Computex 在记忆卡方面 这次主要是使用Tingroup的储存方案 除了我之前用过一阵子的SD卡 与HS-2的记忆卡 最近他们也推出了CF Express Type-B的卡 它的型号看起来这个名字真的很长 不过拆解一下就可以理解成说 Tingroup是品牌的名称 T-Credit是它面向专业工作使用的产品系列 也算是一个品牌 那又分为我这次使用的是无后缀版的 以及耐写寿命更高 价格更高的Plus版这两种 那这张T-Credit的CF卡 我就装在R5里面 SD的UHS-2我就装在R6里面 在这次的拍摄任务上都稳稳发挥 相机跟记忆卡的表现都很好 都没有任何掉链子的情况 但其实我觉得读卡机才是我这次最想和大家分享 Tingroup的产品 它的型号是R31 那其实是他们Tingroup在上市前就已经寄给我们使用的 但其实我已经有CF B的读卡机了 所以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没必要 因为我已经有了嘛 用的很习惯了 但他们还是很兴奋要我用用看 说如果不好用的话不用曝光也没有关系 但是实际用了以后是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可以特别的讲一下 首先它可以同时支援三张记忆卡 这同时一起用 包括CF B、SD的UHS-2还有MicroSD的UHS-2 目前通路上你大概可以看到的读卡机都是三取二 或是只有单一规格的读卡机 要找到三合一的是真的很不容易 我自己是没有找到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或许也可以找来对比一下 其次它三个卡槽是可以同时读写的 虽然现在新出的高阶的读卡机 大概也都可以这样做了 因为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廉价的读卡机 它虽然有很多的slot 但它里面的晶片是不支援同时读写的 这个就对工作效率是大打折扣 那这样的话我干嘛不带两颗读卡机就好了 而且就算这样我带两颗 还占用了两个USB-C的port 在速度方面呢 由于我手上的影片工作流是Mac 而Mac目前是没有支援USB3.2 Gen2 by 2 20G的能力 所以我使用这张卡或者读卡机的时候 我就最多只能发挥到10G的速度 那即便这样 在复制档案的速度 还是明显比SDUHS-II快上了数倍 那这颗读卡机它规格是USB3.2 Gen2 by 2 20G的规格 在我两台的桌机上面都是可以发挥20G的全速的 价格也是我会想推荐这个产品的原因 因为我刚说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价格 我以为它可能要卖个3000-4000 但是目前R3.1已经上市的价格是1990 好啦就当它是2000好了 以2000的价位来讲 其他品牌目前大概只能买到USB3.2 Gen2 10G的规格 而且通常就只有一个CFB 或顶多它多给你一个GH-S2的SD卡 但它不会给你MicroSD 它甚至很多3.1 Port的品牌这样的产品 它就是卖到3000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R3.1的价格很有竞争力的地方 如果你考量的是速度不够快 在Mac上发挥不出来 所以想考虑USB4的 Ping Group目前是还没有出来 但是这次在Computex前 我就已经知道很多品牌准备要发表了 那在这次的Computex上也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摊位都展出USB4的读卡机的方案 以目前市面上USB4已经上市的读卡机来说 我也没有看到有三合一的 而且价格通常单一slot的都到4000左右了吧 那就是Ting Group R3.1这一颗的两倍了 那看看之后如果竞争更白热化 这样子USB4的价格不知道会不会降下来 但如果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R3.1很够用 顺手 然后又便宜 CP值真的很高 所以我会推荐有在做摄影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款产品 另一个我觉得很好用 但不一定会推荐的 就是DJI的OSMO Pocket 3 他在这次拍摄中也是帮了大忙 他作为HANK他自拍来使用的机器 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说的POV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 现在好像连不是拍影片的人都会知道POV是什么 可能我觉得是短影片变多的关系 Pocket 3除了作为第一人称视角来拍摄 也很适合来拍一些Longer 因为它自带的稳定器 只在一些比较宽的场景下 甚至后置都不用去再加上稳定的 在记忆卡的使用上 当初我是跟着Pocket 3一起选择了雷克莎的MicroSD 主要是因为XR这张卡 是有在Pocket 3的QVL list上面的 256GB也足够拍好几天的4K60了 其实通常是电池彗星没电 不会是那个记忆卡容量不够 过去在Computex我们都没有用手机拍摄 我们都是用相机在拍摄的 但之前我出外旅游的时候 大量使用了Pocket 3来拍摄 已经可以很熟悉的判断它适合的场景 它拍摄的极限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例如在Computex这样 灯光充足 甚至会有许多近距离的聚光灯打在产品上来说 光源是非常足够的 对于小感光元件来讲 就不会有灯光不够的问题 那当然Pocket 3的CMOS在同级大小当中也不算小了 那它在画面表现还有续航重量上都做到很好的平衡 虽然价格是蛮贵的 但我真的觉得很值得 不过我也建议大家 如果你不是经常出去玩 这个东西买了以后 你真的很容易吃灰 像我如果没有出去 真的就是放在防潮箱里面都不会用到 而且它不能更换电池这点 真的会有点麻烦 以后电池寿命奏降 那基本就宣告它阵亡了嘛 那假设三年我们有100天的使用机会 就这三年有100天会使用它 摊提下来一天的使用成本也快200块 我觉得对于大多家庭 然后小资组圈来讲 这个是比较有负担的 真的要深深考虑 那我们是工作使用 所以必须要买这样的设备就没有办法 但我自己拿去做出外旅游以后 我就经常推荐给那些经济能力比较好 然后有活动能力的长辈 他们经常出去玩嘛 毕竟我发现这些经常出去玩的人 他们也很压抑 这个设备可以拍出这么好的效果 比他们手机拍起来的还要好 所以这个算是我自己觉得用了很好用 很值得 但是我不见得会推荐大家购买的 我觉得大家购买上还是谨慎考虑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 在今年Computex 2024 我们拍摄设备上的分享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想筒 散订阅